從用錢的方式 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個性嗎 如果我有五百塊 我可能會先想要存下來 五百塊可能就吃一下 玩一下就花完了 五百元可能吃一餐就沒有了 五百元對我來講還蠻多的 如果我有五百元 好通常會拿來吃飯 看我這個月想存多少 先把它淋出來 然後放在固定的地方 我都是就是把我所有 拿到的押稅錢 還有一些獎學金 都把它存起來 因為我現在都是一個月 可能兩三千再存 就希望可以一個月 可以穩定的存以外 然後我再去做更多的投資 我是存在儲蓄錢裡面 我最困擾的金錢煩惱 是常常買完東西 很常就沒有錢 然後要跟爸爸媽媽再拿錢 就是工作上賺的錢 可能不太夠啊 加上我自己沒有太研究 在投資理財這一塊 所以我覺得可能會有點不夠 最困擾的金錢煩惱 這當然是不夠啊 對啊 目前沒有什麼金錢上的煩惱 沒有什麼金錢上的煩惱 無論你正處於人生的哪個階段 三千元的用法 這本書都可以讓你找到共鳴喔 三千元的用法 是日本作家圓田筆香的作品 故事從家記的角度出發 描繪主角家三代女性 在人生不同節點遇到的各種問題 二十四歲的玉廚美凡 月光族 用錢隨心所欲 錢一下子就花完了 我跟朋友吃了幾次麥當勞 再買本書 錢就花光了 根本存不到錢 二十九歲的姐姐真煩 省錢王 為了存一千萬元買房子 努力省下每一分錢 為了女兒的將來 再辛苦 我都要把錢存下來 絕對不能亂花錢 五十五歲的母親至子 家庭主婦 存款所剩無幾 省吃減用存老本 女兒念高中時 存款還有日幣八百萬 怎麼已經快要見底了 七十三歲的奶奶秦子 記帳王 經濟獨立 不想依靠晚輩 不要努力工作存錢 存一筆積蓄 才能減輕孫女們的負擔 為了幸福 我們該如何存錢 如何用錢 如何使用三千元 將決定你的人生 咦 三千元決定人生 奶奶在說什麼 美凡站在生活雜貨店的貨價前 挑選茶壺 打算花日幣三千元 買個便宜的玻璃壺 突然想起姐姐的髮廊咖啡壺 這是我省吃檢用才買下來的 清洗的時候都特別小心 和奶奶的皇家哥本哈根的藍白瓷壺 這是出自民家的高級茶壺 用了好多年 已經融入我的生活 以及媽媽的北歐高級茶壺 這是我大學時代好友送的生日禮物 我一直很珍惜它 美凡心想 怎麼辦 我要花三千元買這個壺嗎 欲除美凡 論及婚嫁的男友欠下大筆就學貸款 家人紛紛提出意見和中骨 我前陣子才知道 男友有一筆五百五十萬元的債務 如果我們結婚 每個月得還三萬多元 要還二十年 我反對你們結婚 結婚生子是一輩子的事 找到合適的對象比錢更重要吧 眼看這段關係面臨了莫大的危機 究竟金錢觀在我們的生活中 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 我想要工作 都七十三歲了 什麼時候和眼都不奇怪 竟然想要工作 在人生不同階段的期望之下 通常也伴隨著不同的金錢煩惱 日本作家圓田比香的三千元的用法 這個看似平凡的理財故事 在日本掀起討論熱潮 成為2022年最暢銷文庫 榮登日本暢銷榜三冠王 熱賣九十萬冊 還被日本富士電視台拍成同名電視劇 現在就讓青春愛讀書 帶我們一起來學習三千元的用法吧